那個部分我們是做了一個表單 那個表單是長這樣子 當然如果你上禮拜 如果做完應該是長這樣應該沒問題 可是如果說 你這個他沒存到檔的話 那這個Home 如果你沒有的話沒關係啦 我講過有沒有 這把避除掉好了 假設像你們如果說沒有 要不要會衛移除先否 那怎麼可以變出來 當然要不能就去調查一個 自訂表單 怎麼樣呢 自己重來過 但是 緩不計切啊 可能 我想你要做一個時間上可能不太夠 那怎麼辦呢 就是直接從雲端上 下載那個雲端上面這兩個 就是在程式碼裡面,會有這兩個,你把它下載,點擊上面這邊有個箭頭下載 這個點擊下載,要記得兩個都要,然後下載到哪裡呢?這邊有個箭頭,在資料夾中顯示 那就下載到這邊,其實就是在那個使用者的這個什麼下載 那我習慣是按右鍵這邊有個編輯,編輯位置 為什麼他會把那個連結告訴你呢?我習慣是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將來他會問,就是你在表單裡面會賄賂的時候,他就會怎麼樣? 他就會問你說你那個路徑在哪裡?那你這邊有沒有,切到那個Visual Basic環境裡面 假如你這邊是沒有表單,你可以按右鍵,在任何地方按右鍵都沒關係 這邊有個賄賂,賄賂之後的話,那再找到那個剛剛的路徑 那剛剛路徑的話,就是剛剛我複製那個路徑,把它貼上,按個開啟 這個時候就出來,不過他只會出現一個檔案,你不要覺得怪怪的 像之前的同學就是,只下載一個,賄賂失敗 為什麼?因為他一定要兩個,可是賄賂只會顯示一個 OK,按開啟 這個時候呢,你的表單,就打開就有了 有沒有?那這個表單裡面包含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他的外觀的,這個叫UI介面 這個UI就是他的使用者介面,就是跟使用者溝通的這個畫面都會出來 第二個呢,你點這個新增,點兩下,程式也會進來 也就是說他這個表單裡面,就是包含什麼 包含那個畫面,跟裡面的程式,通通都會怎麼樣 幫你把它帶進來,幫你把它帶進來 那裡面基本上,大概其實下面這一段好像不用 這一段,因為兩個,後來我有改過 所以上面這一段其實可以不用 主要是下面這一段,下面這一段 上面那一段應該是 是多的啦,把它刪掉 OK,那再來的話 裡面到底做哪些事 我們把在上面,上個禮拜的重點 再稍微做一個回顧 第一個,如果你有的話,你就不用賄賂了 如果沒有的話,那你就把 把這個程式給賄賂進來 那主要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能夠在我們的 E-Sale裡面,做一個表單 然後能夠輸入一些東西 我把這個就的刪掉好了 那它可以自動在我的最下面一筆 紀錄,在這個最下面一列 再加一,就是最下面一列的下面 輸入這些東西 那輸入的方法當然 我們第一個要先把那個 表單給叫出來 那表單叫出來,一般會有兩個方法 我們前面講過了 一個是加一個按鈕 一個是當表單啟動的時候啟動起來 那因為現在我還沒做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再補一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在這邊增加一個按鈕 叫做啟動表單好了 這個好像前面講過嘛 那要怎麼做呢 其實非常簡單嘛 第一個,先在這邊加什麼 加一個程序 叫做啟動表單 再來寫一行 那個叫什麼,home.show 就OK了,所以以後呢 你表單寫完之後 標準流程 打開,在模組 記得在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記得就是叫啟動表單就可以了 當然你不一定要叫啟動表單 習慣我是叫這個名稱 那這個啟動表單的名稱 就是將來按鈕的名稱 兩個是對應的,按確定 然後呢,它會在最下面這邊 會有個啟動表單的sub 那你在這個中間 輸入一個叫home 記得那個home的名稱 是對應到這個表單的名稱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叫home的話 你千萬不要習慣都叫home 這只是因為表單名稱叫home OK,然後點什麼呢 點show OK,然後你打sh 它應該會出現了 空白一下,然後這就輸入了 這個地方呢,就產生一個什麼 啟動表單的程序 你自己把它放大一下 工具顯像 撰寫風格,大概到12號字 好,這個地方 第一步就有沒有 home點show嘛 第二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再切回到我們的什麼呢 Essale裡面 再到這邊,插入一個 表單控制項好了 然後把它拉一個大小 差不多的一個按鈕 叫做啟動表單 然後呢把它複製一下 名稱的話就是啟動表單 這樣的話呢 這個時候如果你按下去 它就秀出來 你要把它關掉 就叉叉關掉 OK